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辣椒采收的好时节 位于贵州普安县新殿镇的 1000多亩辣椒迎来丰收季 村民们正忙着采摘鲜红的辣椒 贵州普安县新殿镇 烂木桥村的辣椒种植户李永梅 种植的85亩辣椒已经成熟 这几天正忙着采摘 今年辣椒的产量高品质好 可以卖个好价钱 在烂木桥村 像李永梅一样发展辣椒产业的村民有30户 靠种植辣椒 大家过上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村民们的辣椒之所以能卖出好价钱 得益于村里的辣椒种植带头人冯志进 他不仅为村民提供技术服务 还负责保底收购村民的全部辣椒 让椒农们吃下定心丸 现在我们每天收购的是10到15顿了 像今年的这个中餐子 可以要在300多顿 据了解 今年新殿镇依托当地的地理气候优势 带领村民种植的1000多亩辣椒 全部丰产丰收 提高了村民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 亩树梅 带领式 好了 对不起 我 这种东西 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